一样是善良的力量 最近在网络上热传用冰雪淋湿自己的影片 而且都还是身价不菲的名人哦 原来他们在接受一项为慈善募款而发起的冰桶挑战赛 每个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赶快来看看 今日在美国兴起的一项活动 冰桶挑战赛得到众多名人响应 首先来看微软现任CEO纳德拉 他在13日接受挑战 员工们拿出水桶为纳德拉服务 挑战完成后一片欢呼 接着再来看到全球最大社交网络脸书的CEO 马克扎克伯格 14日他也在脸书上传一段影片 影片中他将一桶冰水浇在身上 来了个透心凉 完成后并向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 脸书伙伴桑德伯格 及Netflix创办人 哈斯丁斯等三人下了战术 不甘示弱的比尔盖茨 在16日也上传影片 回应扎克伯格的挑战 从影片中看到 比尔盖茨看完扎克伯格 淋冰水的影片后表示 于是他亲手设计了一套淋水装置 从绘图实验到架设一起合成 只见他站在装置下说 接着他拉动一根线 一桶冰水就从头顶灌下 瞬间湿透全身 看起来好真是潇洒 冰桶挑战赛 是由ALS基金会 于上个月29日 发起的一项募捐活动 专找名人参加 参加者可以选择 将一桶冰水 自头顶倒在身上 并拍下影片上传网路 否则必须捐钱 第三个是亚洲天王周杰伦 准备好了没有 这是第一个 好 那下一个就是一个团体 五月天有五个人 为什么我画得讲 你刚刚在吗 希望所有所有世界所有的人 所有的天下都没有 谢谢你们